欢迎回到老王说 大家我是老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先来大家最喜欢的环节 命运占卜王 你喜欢吃地瓜吗? 日本有一个心理医生 发明了这个超准的心理测验 可以透过吃地瓜的方式 看出你的优缺点 只要知道自己的优缺点 就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哦 不想参与测验的朋友 可以快转到后面 直接观赏定义故事 请凭直觉选择图片 六种吃地瓜的方式 选择完以后 请留言告诉我 你选择的是哪一个哦 答案会在节目结尾公布哦 然后想问问大家 你有听过地狱梗吗? 很多人都觉得地狱梗很好笑 接下来老王要来说一辙 关于地狱梗的灵异故事 故事来自我们的观众 苏先生 接下来的故事 老王会用地狱人称来去书 我们的毕业旅行 去了台南的走马赖农场 我和我几个好朋友 很爱到处玩 我们天不怕地不怕 于是有了去农场探险的计划 我们特别去看了走马赖农场的地图 发现有一条小路可以往深山走去 深山感觉一定有什么刺激的地方 所以我们几个就决定了在营火晚会前过去探险 到了走马赖以后 我们先跟着学校安排好的行程活动 时间到了晚上 我们找到了可以执行计划的时间 晚上9点30分 9点30分 我们抵达了小路 各自开启手机的手电筒 开始往上走 我们走着走着 看到前面有一个坟墓 照正常人来说 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应该都会无视直接离开 那我们其中一个朋友 阿宏 他却拿着手电筒照在墓碑上面 他看着墓碑上的照片念出了他的名字 那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墓碑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林天兽 结果另一个朋友他叫做聪明 我们都叫他阿聪 阿聪就笑着说 天兽失败 我整个鸡皮疙瘩冲上来 我一跟他讲 你干嘛乱讲话啦 其他三个就一直笑说 天啊太好笑了吧 好地狱哦 天兽失败 我们在坟墓逗留完之后 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赶回萤火场地去参加晚会 萤火晚会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回各自的房间休息 因为玩了一天真的很累 大家几乎都在床上滑手机 滑着滑着 忽然有人来敲门了 我心想 嗯 是玩点名吗 阿宏就去开门了 他就把门关上 他回到跟我们说 没有人耶 接着又听到了敲门声 阿宏又走过去开门 这时候大家的目光全部都聚焦在阿宏身上 因为我们住的房间 外面的走廊蛮长的 而且我们又是最后一间 照理来说是不会有人特意走过来敲门的 就算过来他要躲哪里 结果阿宏开门以后回头看我们说 没有人耶 那个阿冲他又白目说了一句话 他说天寿妈请进哦 天哪 这个到底是什么脑袋让他讲出这种话 因为大家都很忙 所以这次也笑不出来了 阿宏就把门给关上了 忽然客房电话响起 因为电话就在我旁边 我就把电话接了起来 接起来之后 电话那一头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听起来很像杂讯 因为感觉有人在讲话 说话的是一个男生 我马上就把电话挂了 但过没多久 电话又响起来了 我接了起来 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跟刚才差不多 有杂讯 可是这一次似乎更加明显一些 这次我确认 声音是 的笑声 我马上把电话甩开 全部人都看着我说 干嘛 有电吗 我又把电话拿起来 挂了回去 我说 应该只是有人恶作剧 电话那头有一个男的在笑 就在我说完这句话以后 电话又响 所有人你看我 我看你 其实我是不想接的 但大家全部都说 你接啊 你干嘛不接啊 接起来以后 马上问电话里的人 你谁啊 你要干嘛 声音一样 杂讯 家长笑声 我就说 他在笑 你们要听吗 他就马上走过来 把电话拿起来说 笑屁了 把电话挂了 挂完之后 我们大家都决定 好 赶快洗澡睡觉 眼不见为敬 这时候也把电话先拔掉了 大家整理好之后 开始就起 因为太累了 我也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之后 我隐约听到 哭 哭 哭 的声音 因为阿红又睡我旁边 我在旁边听到阿红在喃喃自语 实在没办法睡了 我把眼睛睁开 看着阿红 阿红全身发抖 他一直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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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阿红 你干嘛啊 阿红他就看着我 他说 你看阿冲啊 房间 虽然没有开灯 但是因为我们电视没有关 我就隐约看到阿冲面对着墙壁 用头一直撞墙 哭 哭 哭 我说 阿冲在干嘛 阿红就说 嘘嘘嘘 你听 阿冲每敲一下嘴巴就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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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笑 那声音跟我电话听到一模一样 我说他是在梦游吗 怎么办 人家说梦游不能叫醒 阿红就说 他应该不是梦游吧 这时候 电话声响起来了 我们全部人就弹了起来 因为电话线根本没差 我马上把灯打开 打开以后电话声也没了 但是阿冲还是持续一直撞墙壁 哼哼哼 一直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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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用手机联系了班导 班导知道情况以后 带了几个老师还有主任过来 老师看到情况之后 马上先请我们出去等 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等着 忽然 听到阿冲的惨叫声 老师们就把惨叫的阿冲给拖走了 知道他跟我们说 没事 你们先睡吧 但是遇到刚刚那些事情 我们当然都睡不好 隔一天 班导又说 阿冲的爸妈把阿冲带回去了 我们就继续了我们后面的行程 在毕业旅行过后 阿冲再也没有来学校 听说阿冲之后的精神状况一直不好 变成只会呵呵呵的笑 甚至还送去了精神疗养院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疯人院 这让我联想到当时阿冲所说的 灵天寿不常寿的地狱梗 发了疯的阿冲 本名成聪明 此时也不聪明了 老王有时候看到一些地狱梗 虽然明知道很坏 但是也会不小心忽然笑出来 不过 有时候玩笑话真的要看场合 否则就不是玩笑 而是玩命了 接下来我们要公布命运占卜王的答案 公布完以后 今天会破电话加码 老王陪你看灵异影片 想看灵异影片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你是怎么吃地瓜的呢 这六张图片 你的第一直觉是选择哪一个 大家应该都选择玩了吧 选择一 脸皮带肉一起吃的朋友 你的优点是个性大胆 但是做事比较冲动 容易不经思考 凭直觉做事 但是通常都会成功 不论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最快速的时间内达成 不过缺点则是 偶尔会因为别人的意见 而动摇自己心理的看法 有时候会因为这样 导致跟别人出现沟通不良的状况 选择二 分成两半后再吃的朋友 你的优点是 就算你在大团队中 也可以跟别人合作无间 在集体生活中 你也能吃得开 个性上的感性 可以让你更吸引到别人靠近 但缺点则是 你总是会担心自己的吸引力 个性没有魅力而被人遗忘 偶尔也会因为胡思乱想 而在生活中感到空虚和不安 选择三 边剥皮边吃的朋友 你的优点是 有一心多用的能力 做事敏捷而有效率 常常因为这样而受到夸奖 但缺点则是因为 你会想要有高效率的做事 而忽略了更多好意见 过犹不及的问题 不过矛盾的是 在时间很紧凑的状况下 又容易因为担心小细节而延迟 选择四 切成块状吃的朋友 你的优点是 你总是可以表现得很优雅 内心开阔 可以广阔的眼光 看待世界不同人事物 但缺点是 你其实比自己以为的更好 但常常因为害怕 被别人看见缺点 而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选择五 对半切开吃的朋友 你的优点是 你对事情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见解 常常可以提出很特别的想法 而且因为幽默而受大家欢迎 但是你容易有拖延症 因此工作很容易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 容易被旧有的思想及观念制约 选择六 全部剥皮后才吃的朋友 你的优点是 做事情不会半途而废 只要开始了就一定会完成到底 而且能够习于心向其他人询问意见 在请教别人时 也会自己先爬文做好功课 但是缺点则是 你没办法一心二用 如果刚开始一件事情 容易因为动作比较慢 而错失好的机会 今天的命运占卜王 你觉得准吗 不管准或不准 都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感觉 接下来是 老王陪你看灵异影片 7月刚过的时候 有一名机车骑士下班回家 结果在拥挤的车道中 发现一只手 影片一出 破万按赞 并获得上千则留言 接下来就让老王陪你看 灵异影片 原来是捡手机啦 书画说得好 人吓人吓死人 我实在没有想到 这样竟然还可以 伸手出去捡手机 重点是门竟然穿得下去 手机很重要 但是手手更重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留言处 我有摆上更多灵异故事 可以拉下去看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有灵异故事 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在留言处 我是老王 我们下次见